对不起对不起 方欣 小卷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在家 眼前这个女人 是我学生时代 最崇拜的 孩子怎么了 小卷 我们有空再去 我现在就回去 她是班里既漂亮 更优秀的女生 大家都很羡慕 方欣以前可是笑话 现在怎么这个样子 方欣就是家庭主妇 毕业后 她突然从大家的视线消失了 那天同学聚会 就感觉她好像变了 你以前不是要放心吗 以前是觉得她好看 现在就有黄脸薄 谁要 你再说一遍 算了吧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 你们 算了吧 算什么算 你们最好给她道歉 不然 我要回去看孩子了 先走了 我要帮她找回她自己 首先 让她重新打扮 我就算了吧 我去看看孩子的衣服 接着 让她重拾这自己的信心 喂老公 我先走回去 但好像都失败了 你干嘛 你别走 你干嘛呢这是 是 你得到大街上啊 三哥 你谁呀 老公 你去这一面照片箱吗 怎么样 有没有事 疼吗 你没事吧 就是她 特拍别的女生照片 拍什么了 没有 拿来 我没有 我先送你回去 走 跟我走 哎呀 平时在家拍视频 没来得及收拾 有点乱 拍视频 上次忘了说 我现在自己在家做自媒体 我来收拾 老婆你快来看看 她刚刚掉地上了 不知道脏了没有 你怎么又买裙子啊 穿裤子多方便啊 家里的裙子都穿不完了 我就想给你买 你平时帮我处理工作 已经够辛苦了 那不是看你又带孩子又扫地的 没空我才帮你嘛 我还以为 你刚刚都伤到了 我把你揉揉 我知道 所有人都觉得 我应该在职场发光发热 但是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也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啊 但盛开 我变爱 满杯坠水 人生有浪费予缩 只要我们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就够了吗 我很期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